作者 莫莫 演播人 俱武巴雅鞠 第3703集 诡异白火 感知之中,那诸多丹火亮起的光芒围绕在他身边,跳动不休 尽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杨开却能感觉到 若是自己愿意的话,可以轻松收取死地的任何一种丹火 不管是人节还是灵节,这个发现让他眉头微微一扬 回想起武正奇之言,资质越是出色的人 能在圣火窟内收取的丹火也就越好 顿时恍然,自己在这神兵界虽然只是个天丹士 但本身对炼丹之道的领悟却是远远抽出了这个世界的范畴 这些丹火尽管没有灵质,却好似有一种本能 他们应该能察觉到自己的特殊,这才会主动靠近过来 几乎整个圣火窟内的丹火,全都聚集在自己这里 唯有一处利害,在距离自己约摸百丈之外 那边有一团属于丹火的光芒,摇摆不定 关纳丹火的明亮程度应该是一种天火 而且即便是在天火这个层次中,也算得上是极好的一种 慧就在杨开身边的那些天火,在色泽和纯粹程度上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想起那先自己一步进入此地的魏丹师 杨开隐隐觉得,那魏丹师应该就在那边 而那特殊的天火,应该是被魏丹师用什么方法禁锢住了 所以才显得如此特别,没有被自己吸引过来 梅太在意那边的情况 那魏丹师既然为了这天火,筹备了两年时间 肯定有一些特殊的方法 而且区区一份天火,还引不起杨开的兴趣 他在意的是那少有的几分灵活 尽管武正齐之前告诫过他 实力不够不要轻易燃止灵活 免得自身有什么损伤 但这仅仅只是对一般人而已 杨开有信心能降服一份灵活 一份灵活足够他使用到灵丹师的程度 也省了很多给灯火建生的时间 既然来了这圣火窟 自然是要收取最好的 打定主意杨开一一查探那些围惧在自己身边跳动的灵活 很快便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那是一份呈现出橘红色的灵活 算得上是死地灵活中最明亮的几分灵活之一 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灵活无疑 而且这灵活给人的感觉很温和 并不是那么狂躁 应该适合炼丹之用 那橘红色的灵活 原本在比较外围的位置 不过杨开心神移动之后 他竟是徐徐朝这边靠近过来 很快就到了杨开面前三尺处 而在他前行之时 其他灯火竟也主动地朝两旁分开 似是能察觉到杨开的意志一般 那灵活慢慢地接近杨开 眼看着便要到了跟前 忽然他猛地停在了原地 杨开不明所以 但下一刻 所有围惧在身边的灯火 竟一下子传递出 几微荒乱的情绪 好似有什么洪水猛兽即将到来 在极短的时间内 以空而散 一下子不知潜藏到了什么地方 连在杨开感知中出现的那无数光明 也瞬间湮灭下去 五颜六色的世界 在一眨眼的功夫 重新变得一片漆黑 杨开惊恶不已 不知自己到底干了些什么 竟然把这些灯火给吓跑了 扭头看看四周 魏丹师那边被禁锢的灯火 别再剧烈跳过 不过那魏丹师手段不足 杨开看不清他到底做了什么 可那灯火无论怎么挣扎 都无法遁形 只是被死死地束缚在原地 看样子被魏丹师收取 也只是时间问题 杨开回过神 仔细回想了一下自己来此之后的动作 并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可那诸多围惧在自己身边的灯火 竟然就这么消失不见了 便在这时 眼角余光忽然察觉到了一点光芒 从不远处慢悠悠地晃了过来 那光芒呈现出白色不算明亮 按照杨开之前的观察 这应该是一份人火 也就是人间的灵火 不过这光芒却出奇地存存 杨开没在其他人间灯火上 观察到这种存存 那人火就这么慢慢地飘到杨开面前 然后轻轻地落在他身前 动也不动 杨开正在当场 有些哭笑不得 这算什么事啊 那么多灯火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只留下一份人火 他如今好歹也是天丹师 再怎么样 也不可能去收取一份人火的 这根本满足不了他炼丹的需求 所以只是稍稍观察了那人火意义 确定他除了光芒纯粹一些之外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便没有将他放在心上 重新沉浸心神感知起来 期望能将那些灯火重新吸引过来 起不了这一番动作 却让那人火有了一些微妙的反应 他就如同一个调皮的孩子一般 在杨开的感知中上蹦下蹿 以此来吸引他的注意 见杨开不加理会 他又朝着杨开绕起了圈 片刻后他忽然直直地朝被那魏丹师束缚的天火冲了过去 这一番变故总算是将杨开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感知之下 那被魏丹师束缚的天火猛烈地震荡起来 那边更是传出魏丹师的一声惊呼 魏丹师的慌乱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当那人火冲过去之后 白色的光芒瞬间将天火覆盖 等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 属于天火的光芒已经消失不清 那白色的灯火并没有半点变化 重新摇摇晃晃地朝杨开这边飞来 带到杨开跟前 轻盈地转起了圈 好似在炫耀一般 杨开早已目瞪口呆 他虽然是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但也能猜到 方才那消失的天火 应该是被这白色的人火给吞噬了 吴正旗不是说 回归圣火坡的灯火都被下了尽致 不可能互相吞噬的吧 这白火又是什么情况 更何况应该只有高阶灯火吞噬低阶 一份人火怎么可能吞噬得了天火的 谁 谁会我大势 报上名来 到魏丹师的咆哮怒吼响 响彻整个圣火库 剑没有回应之后 魏城又咬牙道 好 很好 除非你待在圣火库永远不出来 否则魏某早晚查到你是谁 到时候 定要你好看 气羞羞地说了一阵 杨开便听到急匆匆离去的不发声 望着那在自己面前晃荡的白火 杨开脸色漆黑 这无缘无故地招谁惹谁了 此番只怕与那魏城算是结怨了 杨开如今只希望待在圣火库内的不止自己一个人 否则这事根本说不清 亲眼看到白火将那天火吞噬 杨开也隐隐意识到这白火有些不同寻常 寻常的人火哪有这种能力啊 而且此刻任凭他如何感知 圣火库内的丹火都没有半点反应 想起之前那些丹火的陶菜 杨开只能深深叹息一声 如今这情况 他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 都只能收取眼前的这一份白火了 好在收取的过程没有半点意外 当杨开传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 那白火便立刻朝他飘荡过来 直接冲进他体内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杨开分明察觉到 自己体内多了一种古怪的力量 那力量对自身没有什么危害 不过却需要一段时间的炼化和熟悉 才能真正地化为己用 那应该就是白火的力量吧 来圣火库的目的已经达成 虽然说了一份疑似人火的灯火 但从他之前表现出来的诡异来看 他绝对不止单纯的人火这么简单 看样子还需要去点击格尔那边查探一下 自己收取的到底是什么单火 站起身来 顺着入口处传来的一点点光亮朝那边醒去 很快便出了圣火窟盘旋而上 一出相后 杨开眼前豁然开朗 已从圣火窟中彻底走了出来 还没来得及适应一下 便听到一阵咬牙去齿的声音传来 果然是你 杨开抬头望去 只见那未成恶狠狠地瞪着他 他身后两位血士也面色不善 吴正奇也站在一旁 副手而立 有些好奇地朝杨开望来 杨开心头一叹 心知这麻烦果然还是来了 不过还是装着不知情的样子呢 我不当主 这是 吴正奇道 魏丹师之前在圣火窟内收取灯火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意外 自是因为被人跟着 功亏一亏 所以想问问杨丹师在圣火窟内做了什么 在圣火窟内自然是收取灯火 还能做什么呀 杨开宙没到 此事我倒是毫不知情 五父堂主不妨问问其他进入圣火窟的丹师 魏丹咬牙道 方才圣火窟内 除了我便只有你了 哪还有别的丹师 若非你动了什么手脚 魏某又怎么会收取失败 明明已经快要成功了 杨开摇头道 不知道魏丹师在说些什么 我方才进了圣火窟 只是正常地收取丹火 倒是忽然听到了一声惊叫 把我吓了一跳 如今看来那是魏丹师在喊话 手中算 魏丹一口咬定 不是你 又能是谁 杨开望着他道 魏丹师 你我今日不过初次见面 无冤无仇 彼此都是玄丹门的天丹师 我又何必去坏你的好事呢 吴正奇汗手道 正是如此 魏丹师 之前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魏丹恨恨地瞪着杨开 四野觉得他说的没错 大家头一次见面 没仇没愿的 杨开确实没必要坏他好事 但想起他辛苦筹备了两年时间 好不容易快要成功的时候 居然功亏一篑 心头这口气就咽不下去 欲之后事如何 《五脸巅峰》 第3704集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脸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巨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五脸巅峰》 《五脸巅峨》 优优独播剧场——